少年墙 打光墙 - 我一本去 不要打擾我们休息 - 老师不用你上 打炸吧 反正炸的楼 是资本家的楼 也不是我的楼 炸的地 国家的地 也不是我的地 - 赶紧打炸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啊 来到各位敲碗已久的小粉红尴尬的时候 应该有半点没做了吧 那其实非常多的观众朋友想要看 偶尔想要放松一下 对吧 那今天就带来六部的小粉红尴尬的点评影片 那其中也有几部是大战小粉红尴尬的场面 马上带给大家第一部的小粉红尴尬秀影片 - 少年墙 德国墙 少年是德国- - 国一边去 不要打擾我们休息 - 你们把黑衣服- 骂的就是黑衣服- - 小X不许在我们中国的图义上上谎 - 你给我盯着- 小X - 你们竟然敢在我们日本学校那口大眼 - 就是他们 你们的学校 告诉你们 - 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 - 哈哈 中国的土地 现在你进入我们日本的学校 - 日本学校 教的好可以是日本的学校 - 教的好可以是日本的学校 教的好可以落松桌边 - 我看你需要学习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组计的文化 - 看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组计的强大 - 就凭你们还想落松桌边 - 学你们 学什么 - 学你们发动齐华战争 - 学你们掠斗未亚图 - 还是学你们坦无人道的南京大复杀 - 学你们算命天啊 - 学你们出去的论坦 - 还是学你们采放核武水 - 学什么 - 你们这些温扣 - 这些人练的电信 - 我们中国人还真是学不会 - 我们老祖都教育我们 - 天道无听 - 常与善人 - 我看你们 - 还是要好好读一读我们的道德基础台队 - 你们做了这么多的确实事 - 一定会做天谴的 - 到来了 - 老师 - 不要你上 - 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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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别打了 - 别打了 - 你们肉饼的学校 - 怎么竟然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 - 我们不想过问 - 但是我们一定会让你们看到 - 你们怎么滚出中国去 - 中国是一个有光荣的国度 - 也是一个开放的国度 - 但是光荣不代表没有顶线 - 开放不代表没有信仰 - 告诉你们 - 信念中国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 - 总有一天 - 让你们滚出路过去 - 上年长 - 做到家 - 上年长 - 做到家 - 做到家 - 好了 - 看完这个尴尬的影片很明显 - 这个 - 是小粉红坏想的日本 -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去过日本吧 -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 - 现在的日本人 - 包括我在台湾 - 我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日本人 - 说什么 - 我以前直迷你们台湾啊 - 所以我现在跟一个大佬一样 - 小粉红到底是在幻想什么 - 我也搞不清楚 - 又说 - 偷袭珍珠港 - 珍珠港又是你中国的 - 你们不是也反美吗 - 对吧 - 你们那些温圈反美帝 - 偷袭珍珠港 - 你们不是很开心吗 - 原来你们都是美帝的走狗 - 很夸张耶 - 你说来到中国的领土 - 你们滚出中国 -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- 是谁让日本的企业 - 让日本的学校来中国 - 不是你伟大的党吗 - 那你最该反的 - 不是你伟大的党 - 开放让他们来这边招生的吗 - 你还穿着一个什么 - 什么踏东京赏樱花 - 什么滑道红旗满天下 - 大刀向日本砍上去 - 你有看到日本人有做这种衣服吗 - 就现在啊 - 或是这近这十几二十年 - 日本人有说什么 - 插着日本帝国主义国旗 - 到中国土地上去 - 再一次炉沟桥 - 因为看到这种没有耶 - 而且开头的第一个就是 - 有一些人在那边少年强中国强 - 然后你们那个中国人扮演的日本 - 又出来说 - 走开不要打扰我们休息啊 - 趕快滚吧 - 这是你们中国的社会氛围 - 去去去去去 - 你这个臭药饭的 - 这个臭送外卖的 - 不要挡在我门口 - 你们抖音上都是这种干片 - 所以不要把你们的那种社会氛围 - 带来日本人身上 - 最好是日本人会这样 - 那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说 - 为什么有这么多小粉红的诞生 - 当然不能说 - 全部的学生都是小粉红 - 但大部分真的都是啊 - 我觉得不外乎就是这种教育啦 - 带大家来看一下第二部 - 我相信这个影片 - 大家也不是第一次看过啦 - 我这三四年的频道 - 不时都会放出中国各个学校在这样 - 中国传统文化那个奇迹道士啊 - 念金啊这样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-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小粉红是怎么爱国的哈 - 我的是XX麦克斯 - 我想说我用的是国外的品牌 - 我用的是二手的 - 虽然说我用的是外国品牌 - 但是我没把钱给外国 - 那你把钱给谁啦 - 还是在咱中国流通啊 - 因为我把的是二手的 - 你没有把钱直接给到苹果公司 - 但是你是间接给到的 - 怎么就间接了 - 这的话你二手是买的这个东西啊 - 你又不是抢的 - 对吧 比如说原机主花了5000万元 - 买了这个 - 不是不是原机主花了1万 - 好原机主花了1万买这个手机 - 卖给你5000 - 你怎么会间接的 - 这个支付给了苹果公司5000块钱啊 - 对不对 - 你没有直接付费你间接付费了 - 怎么会这样呢 - 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- 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- 你去澡澡澡的电费 - 取暖费 - 你有没有给啊 - 给了吧 - 为什么给了呢 - 那不包含在里面啊 - 那就对了嘛 - 你并没有直接交这个澡堂子的电费和取暖费 - 但是你买澡堂子的门票了 - 间接的 - 帮这个澡堂子支付了这个电费和取暖费 - 对不对 - 这个逻辑能明白吗 - 这个不是间接 这个是直接 - 所以大家知道了吗 - 小粉红的逻辑真的都是这样 - 包含小粉红跟他们自己的中国同胞在联系的时候 - 也都是这样的逻辑 - 所以这三四年呢 - 我遇过太多都是这样的逻辑 - 每次跟他们辩论完都会脑死 - 然后吃两颗普拿腿 - 不然我真的受不了 - 我看到这是完全的急事感 - 虽然我用的是苹果手机 - 但是它是二手的 - 也就是呢 - 我没有直接付钱给苹果美国的总公司 - 这是什么逻辑啊 - 你用的就是美国生产出来的东西嘛 - 那你也等于用了二手的钱 - 去购买剩下的价值 - 那不也一样吗 - 他只是因为没有钱买当时最新款的 - 所以呢 - 他去买了二手的 - 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好几代了 - 不代表他不想要买最新的 - 只是因为他没有钱 - 他月收入可能两千三千五千六千 - 他买不起 - 他这个可能是税钱啦 - 我一个月六千 - 哦嘿六千扣掉无限运机身多少 - 四千多吧 - 接着看下去 - 个人猜测是iPhone - 那我还真不是啊 - 华为嘛 - 打开设置关于本机 - 你帮我读一下那个鸿蒙的声明 - 喂 - 你不要装卡嘛 - 装卡就没意思了 - 喂 喂 - 不是你装卡你就没意思 - 你看他自己挂了啊 - 我可没给他挂 - 他自己挂了啊 - 他自己挂的我可没给他挂啊 - 你用iPhone就用iPhone呗 - 硬说自己用华为就没意思了 - 对吧 - 跟我辩论的小粉员都是这样 - 明明就是用iPhone - 然后叫大家用华为 - 然后叫大家用华为 - 这边上一些片段带大家回忆一下 - 其实我跟你讲 - 那些学校iPhone15的 - 都是傻比 - 那请问你现在用什么手机啊 - 狗简用来是iPhoneX - 你不是说弄iPhone的是 - 汉牵卖狗嘴 - 你为什么在用iPhone - 因为我觉得iPhone的它 - 它性能要同体来说是比华为要好的 - 但是不代表我不爱国 - 还是很爱国的 - 华为万岁 - 那你为什么说别人用iPhone是不爱国 - 因为他们都是一群罕见卖国者 - 为了iPhone收集都不爱国 - 总夸了不过和我都喘到我话 - 日本啊 - 日本动漫 - 日本女優 - 对吧 - 日本的各种产品 - 有机会啊 - 就去日本旅游 - 去日本玩 - 最好是可以去歌舞祭厅 - 不然就是去飞田新地 - 你让你们去这些地方 - 都是让日本人 - 在S 你们中国未来的子孙耶 - 结果呢 - 全都在卫生纸上 - 全都在墙壁上 - 全都在套子里面 - 你们在干嘛 - 你们在帮助扼杀中国的后代 - 那你们就是妥妥的汉奸了 - 对吧 - 这就是你们的逻辑嘛 - 所以我就说 - 看到这个沪丞峰跟小粉红辩论的影片 - 让我有满满的集市感 - 我真是怀疑 - 是不是中国有某一家间居的小粉红 - 在特定时间会有这种任务 - 然后打电话来跟我们辩论 - 来换取它的简形 - 我不知道为什么逻辑都这样 - 还是某中国某一家精神病院出来的 - 我们接着看下去 - 你凭什么买农产权 - 产品设计用了日本的元素 - 因为它剥削工人那样 - 农产权源备成美国的财团 - 这是合法合规的 - 你怎么都是合法的 - 我误了 - 那你有没有现在的证据 - 我不好说了 - 我害怕我那个了 - 我差我不好说了 - 你有什么不敢说的 - 我差那个呀 - 知道他儿子是美国人吗 - 他儿子是不是美国人 - 他儿子在给美国交税 - 对啊 - 他儿子怎么给美国交税法呢 - 因为他美国人 - 他用着中国人的钱跟美国交税 - 怎么了 - 那我现在问你啊 - 就是说这个钱是不是 - 就是说是不是他老爸合法挣的 - 不是啊 - 为什么不是呢 - 因为他剥削工人那样 - 农产权剥削工人 - 对啊 - 那怎么剥削法呢 - 交无险一金了吗 - 有双修吗 - 你是怎么知道没有交的 - 你看弹幕你问他们有没有交 - 还没有媒体机构说 - 这个农亨权说是不给工人叫无险一金 - 我目前是没有看到这个情况 - 因为他不敢说我知道吗 - 然后呢你还想说什么 - 农亨权背后控股的是谁吗 - 是谁啊 - 是美国的财团 - 美国财团控制农亨权 - 媒体不敢报道 - 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 - 难道媒体也是被美国控制的吗 - 你不知道犹太人控制了全世界很多的媒体吗 - 犹太人控制了全世界很多的媒体 - 你不知道吗 - 这不是事实吗 - 不是我们这个媒体被犹太人控制了吗 - 那肯定有一部分被控制了 - 我们认为的媒体有一部分被犹太人控制了 - 难道不是吗 - 就典型的南方性媒体 - 就抹黑我们北方 - OK 大家看了有没有提示感 - 是不是也是曾经来过我频道给我编论小粉红的逻辑 - 全世界都是美国人控制的 - 全世界都是犹太人控制的 - 甚至都控制到我们中国来 - 喔真的喔 - 控制到你们中国的话 - 你们共神党早就已经垮了 - 然后他说 - 理治农夫三全 - 除了这个 - 他有日本的元素 - 他儿子是美国人之外 - 更重要的是 - 他有剥削劳工喔 - 他不合法喔 - 问他 - 怎么剥削的 - 你还要我讲吗 - 还不清楚吗 - 还需要我问吗 - 他就是剥削啊 - 其实不用怪小粉红为什么这种逻辑 - 因为中共 - 他的母亲 - 就是这样教他的 - 你在我路上说什么啊 - 你跟我回到判处所吧 - 诶 我犯了什么罪啊 - 你犯了什么罪 - 需要我来讲吗 - 你自己不清楚你犯了什么罪吗 - 对 我就是不清楚 - 所以我问你 - 我去派出所要干嘛 - 你去了就是要干嘛 - 对吧 - 他说下的目的是要干嘛 - 让你过去 - 让你承认 - 不跟你讲事实啊 - 首先呢 - 他编的钱是合法的证的 - 依法纳税的 - 纳完税说 - 你怎么知道是合法的 - 那如果 - 你怎么知道是合法的 - 农夫山权是港股上市公司 - 上市公司需要接受审刑 - 你能不能拿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它违法吗 - 你证明一下它不违法吧 - 你不说它不违法 - 那正有不正无吗 - 如果让每一个人都自证清白 - 那这个社会怎么运行呢 - 那你说它这个税务上有问题 - 那你有相应的证据吗 - 不用我有证据啊 - 都知道吧 - 都知道 - 你这个都知道是什么呢 - 你这个都知道这个都是谁呢 - 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 - 我们谈下一个问题 - 你要这么聊咱们就没办法 - 他剥削工人是合法的吗 - 剥削工人合不合法 - 如果说他剥削工人呢 - 那你可以去举报他 - 对啊所以说我是对的呀 - 不是那他剥削工人 - 那你有相应的证据吗 - 如果你有证据你可以去举报他 - 人尽皆知的事情还需要什么证据啊 - 人尽皆知 - 我可以跟你这么讲 - 你问直播店里面1595个人 - 有几个人不知道 - 大企业相对而言 - 比那些小企业要好太多了 - 如果你都说这种企业剥削工人了 - 我跟你讲那可以这么讲 - 就99%的企业都在剥削工人 - 那币氧地呢 - 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证一下 - 农夫参权也违法 - 他这个所得是 - 他的这个利益是不合法的 - 所得钱是不合法的 - 因为我家里面的人就有农夫参权的工人 - 你家的人在农夫参权干活 - 哪个城市啊 - 这个具体不方便透露吧 - 怀疑真实性 - 这不很正常吗 - 你家人在农夫参权干活 - 这个一天工作几小时啊 - 反正是8小时以上 - 你是在哪个城市啊 - 我是在贵阳 - 那他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呢 - 那不清楚忘了 - 是一天工作不止8小时是吧 - 不止8小时有加班费 - 你有加班费 - 你有加班费 - 你现在说的话 - 加班费就不一样了 - 不挺一样的嘛 - 不一样的嘛 - 你刚才说的是 - 农夫参权的加班费 - 不符合法律的标准 - 短短2分钟换了3种说法 - 完了完了完了 - 那个来了 -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- 你在干嘛啊 - 你冷静一点好吧 - 深呼吸 - 你能正常沟通方法 - 时间给他挂掉 - 好恐怖啊这个人 - 所以我就说嘛 - 每个小粉红在结尾的时候 - 一定都会有自己的特色 - 像是来我这段小粉红 - 不是唱红歌啊 - 爱党爱国啊 - 痛骂一顿脏话走了 - 对吧 - 这个就是 - 气喘走了 - 你们是不是同一家出场的啊 - 我不知道他这个 - 异仰帝是什么意思 - 是比亚迪吗 - 还是什么 - 我不太清楚 - 懂得中国网友 -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- 这个就让我想起 - 上个月啊 - 有小粉红发文表示 - 我要向富士康下跪道歉 - 以前总觉得富士康是黑场 - 直到我今天去了私人的鞋场 - 就是小工厂哈 - 早上6点50上班 - 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 - 在这期间我不能私自上厕所 - 就算憋不住了 - 也只能拉库挡礼 - 而富士康每隔两个小时 - 就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 - 还有额外的抽烟区 - 我从火炉里拿出鞋套塑型 - 连手套都不发一个 - 直接拿滚烫的鞋面 - 我每天都要花三大羊自购手套 - 这个在富士康都是不可想像的 - 当富士康一天一手套 - 不换手套还要说你 - 最后工资小厂一个月4500 - 富士康每天10个小时一样4500 - 另外富士康生病不花钱厂里给我报销 - 这个小鞋场连社保都不给我买 - 以前被新闻误导了 - 都说富士康是血汉工厂 - 我发现最坑自己人的还得是同胞 - 反而外来的资本家更为仁慈 - 我错了 - 不是为了吹富士康 - 是现实把我打脸 - 所以你也承认了 - 台湾企业不是同胞 是外资啦 - 还有中国至今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双修制度 - 这个我不接受反驳 - 你们自己心里过怎么样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- 好啦 最后一支也就是 - 让子弹飞的剧情 - 带大家来看一下 - 打仗吧 反正 - 炸的楼 - 是资本家的楼也不是我的楼 - 炸的地 - 国家的地也不是我的地 - 赶紧打仗 - 现在各种矛盾已经感觉很难调和了 - 把这些万热的旧世界都给打碎掉 - 建立一个新秩序 - 让我们这些底层的人看到一点出手的机会 - 我是这样小 - 你是用我刷战场啊 - 不好意思 老子找个山洞躲着去 - 我不可能刷战场 - 好吧 老爷们赶紧打一招吧 - 我气派已久了 - 必须得说啊 - 为什么欧洲以前的贵族他是贵族 - 因为他愿意在第一线冲第一线 - 而活下来之后 - 他得到的东西会更多 - 这个人他明显对共产党执政不是很满意 - 对吧 - 所以他希望什么八国联军之类的 - 或是美国啊 - 跟台湾 - 跟中国赶快开战 - 打一打 - 搞不好中共摔弱了 - 或是倒了 - 我们有机会翻身了 - 但是他又不希望自己上战场 - 而如果你是盼望中共倒台的 - 而你也希望发生这个战争 -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上战场 - 你上战场的目的是什么 - 反水中国共产党 - 这样才符合你说 - 让我们底层人可以看到一点出头的机会 - 而不是让人家去送命 - 让子弹飞这部电影里面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 - 很多被黄四郎那些人欺负的底层老百姓 - 甚至他自己身边的那些胡家班 - 也都非常讨厌他 - 对不对 - 但是他们不敢反抗 - 他们都在等张马子快打赢的那一刻 - 才出来坐享渔翁之地 - 因为他不想要牺牲自己的先民 - 但是张马子赢了 - 他们又要第一批的去分走黄四郎的家产 - 谁赢帮谁嘛 - 所以这些人躲在山洞里面 - 共产党快赢了 - 出来爱党爱国 - 我帮你共产党 - 美国军队,台湾军队要赢了,我出来帮美国军队 - 共产党我恨你好久了 -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-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- 喜欢记得订阅,我不希望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- 我是白小小姐的,拜拜